哈喽大家好 我是K线西游战法创始人 吹事团团长 订阅我的频道 读懂K线背后的秘密 现在是北京时间 2022年1月22日下午17点32分 我在这里给大家解读比特币 在解读比特币之前 我们首先看下美股 美股昨天依然是冲高回落 这样的走势和周四的走势完全相同 这种奇怪的走势 直接引发了币圈 比特币暴跌了6000美金 我们看这个时间 看一下它这两个交易日的下跌时间 最重要的两根K线 无非是凌晨5点 这两根K线 一个是1月22日凌晨5点的这根阴线 一个是1月21日凌晨5点的这根阴线 为什么我每天节目里面都说美股呢 我们要知道美股开盘时间是每天晚上10点半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半 那收盘时间正是凌晨5点 就是次日的凌晨5点 美股收盘之后 比特币一看 比特币的庄家一看 大势不好 美股大势已去 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美股占比例是60% 全球资本市场的60% 美股暴跌的同时 直接引发了比特币的两轮 两个交易的下跌 下跌幅度 幅度大概是6000点 同时 我在这几期的节目当中 也给出这样的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是非常具有参考性的 就是在我们现在看的是小时线 小时线上 它出现了4次 1234 4次的等位指波股 等位指波股出现之后 这波跟随美股上冲 也就是周四晚上 美股涨了1.3%左右 涨1.3% 直接带动了比特币 一个假的上行突破 假的突破之后 直接下沙 下沙过程当中 下沙过程当中 没有形成波股 因为它没有任何反弹 直接就下来了 所以呢 江恩的这种 4次波股的这个战法 是非常好用的 在实战当中 然后我们看一下 4小时 我们逐击把这个时间级别放大 放大到4小时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压力线 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的这条压力线 占据了很多的波峰的位置 我们知道 2点构成一条直线 而这条直线 你看 占据了很多很多的波峰位置 同样呢 底边线 也就是它的支撑线 也占据了很多的 这个 波股的位置 那它在这里形成焦点 我前几天一直在说 反复在说 重复的在说 一定要注意了 危险 马上就来了 我不能确定是哪一天 但是这个结构上的风险 已经到来了 为什么说 结构的风险到了呢 因为就是这个结构 三角形的结构 已经接近焦点了 焦点位置的 这一个圈的这个附近 都是它容易发生变盘的位置 同时我的第二个理由就是 已经出现了四次等位置的波谷 即使它出现了上冲 也可能是谎片性的上冲 因为它这个趋势 大的趋势 依然是下跌的 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 调整到日线之后呢 我们发现 这个图就有点乱了 我切个图 调整到日线之后呢 我们发现 蓝色的这个无日线呢 一直在下滑 一直在下滑 一直在这个粉色十日线 下边运动 证明这个熊市的这个趋势 已经出现了 虽然这里面 我们不一定能十分确定 它是熊市 但这个趋势已经走坏了 走坏了之后呢 形成这个收敛三角 这是日线级别的收敛三角 发生变盘这个位置附近 我们就一定要小心了 甚至一定要去布局空单了 那么它现在这个下滑 已经出现了 这个下跌出现之后呢 我们要寻找到它下一个结构 那我今天在这里就找到了 它下一个结构是在哪 就是这个收敛结构 我依然是找到了最多的波峰 这个我可以再往上抬一点 让它能够有和最多的波峰相连接 然后这个波谷相连接 同样我们发现了一个忽略掉上面这些结构的 上面这些上涨结构的 这些波浪的 一个窄的收敛 那它的变盘位置是在哪呢 同样也是近焦点 我们发现这个焦点呢 已经非常接近了 那它就可能发生连续性的下跌 接着往下走 继续往下走 那现在呢 比特币的跌幅大概是在50% 我们测量一下 比特币的最大跌幅是在50% 那一轮熊市呢 要有80%以上的下跌 69,000有可能就到13,0004这样 如果是80% 上轮熊市是85% 假设这轮熊市跌80% 那回调到14,000 跌85%呢 就要回调到1,000附近 1,000附近这里 那么现在还有多大的下跌空间呢 我们测量一下 这是当前位置 3,500 到1,000这里还有68% 到1,0004这里还有59% 还有这样大的下跌空间 所以呢 做空依然是能够获得市场上利润的 最大的一个方向 然后呢 在这样的一个下跌空间当中 我们在今天呢 我们想找到一个合适的 进场的点位啊 那就是比较难的了 我们要在细节上出发 去考虑这样的事 就是如果它能够发生反弹 反弹到一定位置上 之后我们再布局空单 如果没有反弹的话 我们就不适合介入 那现在这里呢 又出现了一个低点 就是在下午13点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低点 那紧接着呢 现在这个盘面也走得非常难看 它还没有出现一个好的 反弹趋势 这个反弹趋势没有形成 那我们就在下面这里 现在这个图已经看不到底下了 倒到日线这里 也就是 3400 到3300 这个区间 有可能发生筹码结构 形成的支撑 这个结构 我在这里画出来了 在这里容易形成支撑 那它如果出现一个小时线的收敛动作 小时线的反弹 这个反弹有可能是这样的 小时线的反弹 形成了一个 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收敛 在观察到的这个收敛之后呢 我们用红色线 观察到这个收敛之后呢 我们再布局空单 再布局空单 现在呢 这个行情一直在向下 一直在向下 我是有空单的 我一直在获利 但是我的空单的位置是比较高的 就是 它需要走出一个 它需要走出一个 相对来说完美的结构 一个反弹的结构 才是我们 新开单的朋友们 入场的时间点 就现在这个走势来说 这个是一直在向下 是不适宜 继续进场的 因为行情随时可能面临着反弹 随时可能面临着反弹 这不是一个好的进场点 不是一个好的进场时间点 那么我们要不要做反弹呢 我是不建议做反弹的 因为行情一直是向下的 一直是向下的情况下 它只有能够形成一个横向的结构 在横向的结构当中 你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的位置 你看它这里的反弹 一直没有走出横向的收敛结构 我们看的时间级别是一小时级别的 它没有形成一个结构的话 我们就无法找到进入市场的位置 现在这个市场 市场是 嘎多的时间 嘎多的时间 也就是碾压多头的时间 所以呢 我是不建议做反弹的 我是建议如果能形成结构之后 继续做空单 因为这个熊市已经非常明显了 这个在一个月或者半个月之前 我就一直在说 这个熊市已经非常明显了 只能做一个方向 就是布局空头 然后我们开言以太坊 以太坊这个走势 完全是在我意料当中 我昨天的课程当中 也是说 这里它重新回到 这个三角形结构当中 回到之后呢 面临焦点位 焦点位这个位置一定要跌破的 跌破之后 它发生震荡 而且我们看的是 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 那说明以太坊 目前的跌速是远远快于比特币的 正在处于一个加速下跌 加速于比特币的下跌的过程当中 我前面说了 盘面当中很多平行结构 这个橘色的结构 有可能发生和这个黄色的橘构 黄色的下跌结构 相互平行的走势 它俩相互平行之后 以太坊的下跌速度会更快 然后呢 这是以太坊的图 完全按照我画的图来的 这个图不是我一天画的 不是我当前画的 是我前两天 一直就画出这个结构 因为它走出来这个 走出来这个下跌 缓跌的结构之后 一定要走出这个急跌的结构 这个急跌的结构 是和这里 甚至是这里 相互平行的 相互平行的 它最终走出来之后 我们能看到 它和这个黄色的下跌区域 非常类似 这个黄色的下跌区域呢 跌幅是60% 那我看现在的跌幅呢 我们看是50% 那它还有一定的下跌空间 前两节课 我说目标点位 就要在2000美金到1700美金 这个区间到达这里呢 它才有可能出现一个止跌的脚步 那我们是在3800附近开的空单 现在一直是在获利的 我们是在获利途中 那如果继续想重新布局空单呢 一定是要回到这个结构当中 回到结构当中 到达这个阻力边缘 你看这是一条下跌区域线 到达这个阻力线 比如说2800 能到达这里的话 到达这个结构 这个什么叫结构呢 面儿才叫结构 三角形是结构 到达这个三角形 压力线 你看这个压力线 因为急跌嘛 它这个压力线 这个趋势是比较急的 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 能找到这个压力线 是在哪个位置 因为它急嘛 急跌的话 它这个范围就比较大 但是一定要到达这个 事实上 我们能够观察到 确实 确实到达这个压力线 这里 之后我们才可以做空 然后它这个 以太坊这个目标位 我们还是看到2000以下 是看到2000以下的 这个跌幅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也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利润 但是我们这个利润 还是要感谢多头 同时呢 对多头的损失 我们深表遗憾 但是市场 就是这样残酷的 你一定要有对的方向 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老师 带你去找到这里面的结构 这里面的结构呢 说难不难 说简单也不简单 因为你要真正的理解这个市场之后 找到这些波峰 把它连起来 然后找到事实上的结构 在找这些结构的过程当中呢 你要忽略掉一些 你看这里的一些 突出的东西 只有把这些突出的东西忽略掉 你才能找到一个真正的 符合这个市场逻辑的 这样的结构 然后你才有参考性 然后这里是我这几期节目 一直在说的狗狗币 狗狗币呢 我说了这里面形成一个四次波谷 四次波谷之后 同样将四次反则 它会出现一个下跌 下跌的过程会怎样呢 过程就是我黄色线 画的这个三角 走到这里形成一个台阶之后 跌破了整个的这个黄色的 上面这个黄色的结构 跌破这个结构之后 向下 向下找 这里面有支撑 这里面有支撑 它可能到这里面盘整一段时间 这个位置是0.05附近 现在这个还有一 还有一倍的跌幅 一倍以上的跌幅 所以这个狗狗币 怎么做呢 一定要低倍 因为狗狗币的波动 它是我们现在这里看 它是日线 它日内的波动 是非常大的 你如果有的时候 做20倍的杠杆的话 非常容易爆仓 所以建议 如果做这种小兵种的话 一定要低倍 清仓 一定要低倍清仓 防止它快速的上拉 出针的话 把仓位打掉了 这样就你没有办法获利了 做这种山寨币 肯定是要低倍的杠杆去做 低倍合约去做 甚至是两倍三倍 这种 你比较能拿得住 它这种大的趋势 因为你来到这个市场 是要获利的 不是要去赌的 我认为赌是一种错误的思维 你一定要理性的 看待这个市场 在这个市场趋势当中 去获取利润 然后ICP这个sells的现场 我们看到了 之前我说这个三角 下跌这个三角 在焦点位置这个区域上 是可以做多的 但是你一定要设置止损 如果它下来之后 下来之后 这个结构就破坏了 就是这个下跌三角 容易出现反弹 但如果跌破之后 它就破坏了 就呈现空洞趋势了 然后它一路下跌 一路下来了 就是强势币 即使它这里面受到了 我们看到这里面 量能非常足 即使它受到了资金关照 但是它也改变不了大的趋势 大的趋势是什么呢 首先是美股 美股的大的趋势 会影响比特币 速度货币的行情 前面时间 前几分钟 我这堂课的前几分钟 我就说了 美股收盘之后 对比特币 是一个有非常重要影响的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凌晨5点 大概是凌晨5点 然后比特币会对很多山寨 做成很大的影响 如果比特币持续的下跌 那其他数字货币 其他的山寨币 也是大概率要跟随着下跌 当然一些新币 一些新币是除外的 一些新币是除外的 然后今天的课程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油管 然后可以通过Telegram群找到我 我们一起研究K线西游战法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